好 那么新闻一开始我们就要带您来看到了 这是参戴装置 最近呢 掀起了智慧手表风潮 那么台湾的笔电双A也来参议咖 红机推出了智慧手环 而华硕呢 则是在9月份要推出第一款 价格非常廉价的智慧手表 智慧手表成为手机场最新的战局 不过现在呢 以三星在这一块布局最深 三星的Gilfit跳脱手表设计 跑步 计时 测心跳 基本功能样样有 透过手表操作手机也简单方便 而达人也实际操作给了Gilfit正面评价 它其实坚决手表的功能 那它有萤幕的一个配置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这样的产品 它只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的运动状况 或者是睡眠状况 秀出手中智慧手环 笔电大卡红机 早在4月底就推出厚度只有0.17公分 萤幕尺寸不到3寸的超薄智慧手环 而华硕也有动作 外国媒体爆料 华硕即将在9月推出第一款智慧手表 具备手势操作 最下的价格可能台币3000不到 这段期间它有推出Linfom手机是主打市场上面比较相对评价的一个产品 那其实未来在穿戴装置上面它有没有可能去参考 就是市面上这些价格带 然后去订出一个可能相对比较评价或者低价产品 Smart Watch 2 is the latest Android enabled Smart Watch 其实一线手机场中日本的Sony最早布局穿戴装置 比较市面上最新的手表 三星的Gearlife售价最便宜大约6000块 至于电量由乐金的G Watch来胜出 至目前智慧手表市场由国外大厂网断 华硕的智慧手表能不能复制Zenfone的经验 就看师重堂的智慧 三星的明镜中 太棒了